是 酷 酷 酷的话我觉得是有个性 然后有态度 最早我们接触到复古可能是一些来自于欧美一些二手的东西 但是我对复古的理解我是觉得有做就有复古感觉的东西都可以称为Vintage 可能我会比较偏向这一些 这个就是来自英国的Evergreen 像这个比较经典的三街头 这双三街头也是被称为正装皮鞋里面比例最完美的一双 它整个鞋头还有鞋跟的部分都做了一个antiquing的一个效果 就是做就 这个的话是美国的Audit 然后世界上第一双Tussle Sloper就是这个品牌设计的 是比较有美国代表性的一个美国风格的一个鞋 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之前我会做一些攻略有什么好逛的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市场比如跳脚市场这些的可能会去逛一下 就看到有喜欢的东西就买就不是说抱着一定的目的心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非经意的东西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这些就是我去国外或者每个城市买的一些银杏片和冰箱贴 在这里面呢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这两个比较特别一点的 看的比较像眼睛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在威尼斯的那个 那个干多拉的那个床上面会有两个小的眼睛 是当地人觉得那个是他们出海保佑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眼睛我当时看到还觉得挺特别的 然后还有这些比较可爱的小熊的冰箱贴 这是地中海的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叫马尔他 那里的一个冰箱贴 因为之前这个国家被那个英国占领过成为殖民地 所以他的小熊上面都穿着比较有英龙风格的一个礼仪服装 所以他整体看起来比较可爱比较有意思 然后看视频可能会多一点 比如像欧美啊中东啊这些国家 文化历史也比较悠久的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这些饰品会更吸引到我 像这个放大镜的一个项链 还有这种铜和银手工打造的一个戒指 这个是90年代的一个蜥蜴皮和那个黄铜做的一个就是手压 我不像很多就是收藏这些东西的玩家可能他们经常是收藏了然后只是摆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要拿来用的 飞哥的话我有一个朋友约我去他们的一个复古大趴然后感觉还不错 喜欢这一类文化的人都还蛮有趣的 比如他可能看到我带的一些饰品啊还有穿的一些服装啊 可能他们会想从我手里买一些我个人自己的私物玩的都比较开心 希望真正喜欢这个复古文化的朋友们就是共同来发展这一块的文化 就是不要让本来很纯粹的东西变得那么商业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